我们是居住在加拿大的凯文一家,过去我们开着自己改装的房车环绕北美整整一大圈,在历时近一年共42级的第一季北美房车环游之后,我们从大西洋边的哈利法克斯搬家到多伦多,最终由于多伦多房价的疯涨,我们放弃了这座城市,转而购买了卡尔加里的独立屋。 2022年1月,在与新冠病毒整整斗争了一个月后,我们开着爸爸改装了80%的房车,在加拿大最寒冷的冬天,历时6天,从多伦多到卡尔加里,完成了房车横穿加拿大的跨省搬家之旅。 本集是我们抵达卡尔加里新家的第二天,布置我们新买的这个空荡荡的大房子,将成为我们这段时间的首要任务,接下来就将我们全新的卡尔加里生活围绕个分享给亲爱的小伙伴们。 现在是早上9点,我们终于睡醒了,昨天一直折腾到半夜12点多,我才睡上觉,然后,啊,这一路都没洗上澡,昨天全家洗了热水澡,哇,现在太阳升起来了,外边现在好亮啊,昨天天黑都没看到外边,看看太阳从这儿升起来了,现在家里一片狼藉,今天吃完早饭, 爸爸就要开始出去买床,这是后院,后院有个deck,现在家里好空啊,现在我们的阳光真好啊,这座北朝南,就是阳光好,然后现在是早上9点26,我正在煮面,煮点虾,煮点青菜,鸡蛋,然后爸爸就要出去买床了,床座椅,我们现在啥都没有, 早餐做好了,煮到乌冬面,虾,还有鸡蛋,鸡蛋,现在全家都在这儿游荡着吃饭,没有桌子,没有凳子,连碗都没了,我们这次搬家搬的,然后现在用这个茶杯做这个碗,先临时将就将就,爸爸正在联系,安装碗,上翻速度100兆,就是下载速度是750兆, 哦,然后是无限流量的,就不限流量的,嗯,然后一个月75,哦,这个是少人是吗?少人,光纤,对,阳光充足的地下室,躺着这爷仨,在这儿享受新铺的地毯,怎么那么可爱呀你们,凯琳特想着哦,凯琳先躺在这儿了,然后凯琳跟着躺,然后爸爸也躺在这儿,感受这地毯,凯琳他喜欢躺在有阳光的地毯,嗯,太可爱了, 我喜欢躺在阳光,嗯,喜欢躺在阳光里,这我们现在是一楼二楼全都是,阳光,这个,这阳光简直晒了,丁丁你也躺一下,嗯,好,我超级超级爱这房子,哈哈,现在爸爸出去大采购了,然后我们两个小宝贝在家里玩,然后妈妈把昨天从车里撤下来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全部都归到厨房了什么,该放哪放了,现在家里特别 给他乱,一片狼藉,这是爸爸新买的那个双利人的喝咖啡肉热饮的杯子,现在我来开个箱,这个咖啡杯还是爸爸在多伦多买的呢,当时他去逛商场,然后这边双利人正在疯狂的打折,然后就买了好多这种双利人的锅呀,杯子,然后一直也没打开,就等着搬到新家再打开,还挺好看的,这两个锅也是上次爸爸在多伦多一起买的,都是双利人打折,小宝贝在这儿玩iPad, 画画呢,看您在这儿玩妈妈拆的盒子,嗯,我们在家等爸爸回来呢,终于把这个中岛都给收拾出来了,现在看着好干净,然后这边水吧收拾出来了,这个是热饮,然后这是凉的,然后上面是我们绿水壶的绿芯,这是爸爸新买的这双利人的锅,刚拆一个,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哇天哪, 现在这锅也太多了,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锅,哇买了好多套锅呀,这下面还有,这个是单利人的,现在是单利人的锅,双利人的锅全都有,还有上次在Cosco买了一整套的这不锈钢的锅,这是逼着我要成为大厨才行,要不然对不起这些锅啊,现在已经是下午两点半了, 终于把昨天从车上卸下来的东西,全部都给收拾好了,看看两个小家伙玩了半天了,然后现在开始开派了,一人踩着一个这个派,看这回这个厨房收拾的超干净,该归位的全都归位了,天哪我们这个柜子抽屉实在是太多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塞进去之后,还空了好多好多的柜子,真是太爽了, 然后这个洗手间应该是我们平时用的比较多的,然后洗漱用品全部都摆进去了,化妆品什么护肤品都在这个底下,现在就等爸爸回来了,一个桶,这个小袋子真好啊,夏天在这儿稍稍烤挺好的 这下期悬穿着,我们下期 ingentlich有了点试试试一下我们下期待我可以再将一期任何形容的教绍妳一期讨论 这下期间一期就可以把这些什么述演出的交替试试放学校认试试试就能够用 继续位了吗? 我们下期间就将馒合了整个小動画, sarcast了,这下期间我们下期待了,可打呢?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的时间… 下期待! 下期待! 我们买的这套房子是1969年的 它是一个老房子 但是在卖之前整个从里到外全部都重新翻修了 现在所有的这种家具地板 只要眼睛能看到的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是重新装修的 都是全新的 然后这些电器也是从来没有人使用过的 全新的 这个质量做的真的挺好的 并没有因为它要卖就偷工减料那种 哇爸爸回来了 大采购回家 爸爸都买了好多好多的东西 现在才刚刚开始往家里搬 那床垫下周二三天送你来 哇 包括两个枕头 然后一个保护的那个床罩 都含在里面 都含在里面 还有下面的BOX 就是那个BOX加上床垫都已经这么高了 然后加上床就超高了 其实我可以在墙上做一个床头的造型 然后就不需要床了 就往那里搞 影像中那款床要几个月以后才到货 哇买了这么多好吃的 大等华的 你扣子扣我明天再去 哦好的 天呐 没少买呀这是 买了一个电脑桌 今天爸爸的成果买了这么多 这才买了我们需要的东西的一小部分 还没买齐呢 然后这边还有一块地毯 巨大的地毯 这里还有一个给我买的电脑桌 爸爸买的这垃圾桶好漂亮啊 在IKEA买的 看看这个颜色我也好喜欢白色 然后买了三个 这款是IKEA里边新款的一张地毯 我天呐 比你还高呢 这个地毯 毛是超长的 你让它舒缓一会儿它就立起来了 哇这块大地毯是放在我们客厅壁炉前面的 当时配上壁炉一定很漂亮 我们这地毯好大呀 宝贝好开心呐 你自己上来放脚踩好舒服 真舒服 真舒服 这个够大了 可以沙发 够大了 好漂亮 给Kevin买了一个小脚凳 他现在刷牙洗脸够不够 然后把这个放到那个洗手池呢 赶紧来试一下自己的小脚凳 真好哈 以后在这刷牙洗脸踩着这个 高度刚刚好 还买了两个IKEA的这种调料瓶 这两个调料瓶好漂亮好精致啊 这个是装organic的 可以收到这样套在这儿 然后两下一压它就 哇好方便 还买了一套碗 这个碗拆出来了 里面有四个这种小的碟子 四个这种大的碟子 然后四个碗 看着还挺好看的 然后还买了一个IKEA的这种啊 玻璃碗 还买了两个这种刮 就洗完澡之后刮那个玻璃的 这个给我们的这个楼下 这个大浴室 每次洗完澡就这样刮玻璃 好漂亮啊 是不是一下现在早就刮了 对 看着好棒啊 这个门关不上了 反正也不用关不上 感觉这块挺好的 比刚才那个还好 把这个地毯放在我们主卧的 这个洗手间里面 这个是厨房的地毯 买了两条 哇真好看 这个你就是在洗 好搭配 这个洗完就不会有水滴 是的 然后这脏了可以洗的 这个颜色跟我们的厨房颜色好配 这个我精心调的 好累了 不好挑 太棒了 这些还有很快 开灵跑过来了 还有一条 最后研究了一下 还是这边放一条地毯 然后把那条地毯挪到了 这个中岛这边 到时候这边会有一排 八台椅 摆在这里比较合适 楼下的洗手间也摆了两个地毯 挺好的 现在就插这个电脑桌了 一会儿吃完饭 我们把这电脑桌组装上 其他的全都打开了 这儿晾衣服挺好 哇 我们的地毯 真好看的 就等着我们的家具了 耶稣在这上面打滚了一会儿 爸爸在大统华打包的晚餐 好丰盛啊 这个是那个片皮鸭 都配好的 然后这边还有大盒的烤鸭 凯琳都等不及了 还打包两盒菜 这就是刚才爸爸买的那个碗 真漂亮 这一套真好看的 我们现在这凳子都还没买着呢 全家只能站在这儿吃饭 这个是台湾的小爷子 这个想要吃的 我先用这个卷 用这个就 所以 你要不要来一点 你得够吃蔬菜 给你 他们很改名机啊 这个是凯琳的 凯琳吃点长面的 凯琳就蹲在那里上吃 凯琳都看不见她的摄影了 已经被挡住了 已经在这儿了 这味儿也太正了 真棒啊 凯琳怎么吃的 要不让她坐在台子上吃 坐台子上是 凯琳用这个 用这箱子当桌子吧 这高度正适合她 凯琳这是你的 看 你在这儿吃 在这儿吃 凯琳 凯琳看 好吃的呢 可以吸在这上面 对 这可以吸在上面 她这是婴儿的那个碗 直接吸住了 跑过来了 一路想跑 吃吧 直接用手抓着吃吧 一会儿吸手 这是我们在新家的 第二个晚上 真好吃 嗯 真好吃 我们这中岛真的好大呀 没想到中岛会这么大 这边再有个餐桌 完美 后天晚上 就是中国的春节 大年三十 我们后天争取 把该到位的到位了 吃顿年夜饭 我们用这个冰箱 接的这个冰水 还挺好喝的 对啊 是过滤过的这个冰箱 本来还打算装那个 滤水器呢 感觉这回也不用装了 直接喝这个就行 现在我们吃完晚饭 都已经打扫完毕 现在爸爸要开始 给我组装电脑桌啦 这个桌面看着好棒啊 又是我喜欢的颜色 好大 嗯 好大的电脑桌呀 天哪还大 对 这个卧室 现在就改成我的工作室了 怎么放 你喜欢对着窗户做的 对 是的 好的 好 许爸爸呢 哇 这组装又耗费时间了 看凯琳现在下楼梯 下巴可好了 自己抓着那个栏杆 然后特别小心谨慎的 一步一步的往下卖 今天白天在这上上下下好几遍 我还以为爸爸买的是那个普通的电脑桌 没想到他给我买了一个这么先进的 还能电动升降的 这也太牛了 难怪这么贵呢 我说什么电脑桌这么贵呀 接下来30倍来播放 爸爸组装电脑桌 爸爸的电脑桌终于组装好了 现在正在连电 看看这个升降是什么样的 哇 这么先进 哇 现在的电脑桌都已经这么先进了 是我已经out 哇 这太爽了吧 还能站着上网 坐着上网都行 这个够了 嗯 太牛了这个 好像矮的时候看着不值钱 嗯 是的 现在之前 哇 这个好棒啊 哇 能升这么高 哎呦 点上了 最高了 嗯 哎呦 这个适合老伴儿两米 哈哈 这太高了 哎呀 这真好哎 这种电动升降可真棒 感觉这个高度差不多 嗯 大时候累了 站着 过来看看 嗯 等一下要得把电脑给你支上 这个升降的这个按钮 这里还有一个钥匙 把这个钥匙一拽出来 然后Kevin凯琳 他们两个按这个按钮 就没有任何反应 只有插上钥匙 他才能按 这个设计太好了 嗯 没有用了 家人 看这桌子 这个房间还有一个这种储物间 正好让我用来放一些这种箱子什么的 好方便啊 看这储物间好深啊 今天我已经把这个装杯子的盒都已经放在这了 没想到这还暗藏了一个仓储间 在多伦多卖的电脑 眼妆不动的给带过来 哇 这桌子配置电脑好漂亮啊 你看这什么样 嗯 哇真棒 我觉得我是比较多的 嗯对 然后这两条腿还就是这样 对 真好 没动的没关系 嗯 以后就在这个房间做视频 嗯 真好看 我明天给你买一个特别漂亮的电源 嗯 然后你所有东西都可以插在这上 嗯 然后就不用都去插那个 因为它一生掉了 这个线会打断 哦 今天的任务正式完成 终于可以睡觉了 今天整整折腾了一天 我在家收拾 爸爸在外采购 这还没采购完呢 明天还要接着采购 我们要买的东西太多了 这一时半会还弄不完呢 家里还是好空啊 好了 好了我们要睡觉了凯琳 睡觉觉了